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什么关系 我觉得像是那种演艺的搭档 我不觉得 同学 我觉得像是父子 父子 应该是一个战友那样在一起 时间久了有感情了 不是 都不是 应该是一个娱乐演出的一个特殊组合 我觉得应该是搭档 是不是那种亲兄弟 怎么可能是亲兄弟呢 对 还对的 对 真的是 哎呀 你好疯狂呀 不是 我是瞎猜的 亲兄弟 你为什么会猜他们是亲兄弟呢 有一个人基因突变了呀 你为什么会往基因突变上面猜呢 不靠谱 因为是他们俩长得也不像 是 长得不太像 说实在是亲兄弟 真是亲兄弟 对 嗯 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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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不深嘛 这个要说 关键是你们俩长得也不像 因为他长得比较像爸爸嘛 我长得比较像妈妈嘛 对 所以就不一样 你爸爸长得好委婉 你妈妈长得很刚强 开玩笑 开玩笑啊 真是亲兄弟是吧 对 外面的人吧 就是也在怀疑就是我们哥俩 就是到底他们兄弟俩是不是亲生的呢 这个也猜疑 那个也猜疑嘛 这种流言蜚语吧 就是一些难听的话呀 就是很多很多吧 就是造成我们心里 就是从小就是也有一种自卑吧 就是感觉就是总总以为自己 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啊 心里就是长期这么被压抑着 所以说为了解读他们的这个疑惑 100年的时候吧 就是做了这个亲子鉴定 结果你们是当之无愧的亲兄弟 对 结果证实的就是 比起就是亲兄弟 那你多大年纪呢 我28了 你呢 我26 小个的竟然是哥哥呀 对 我觉得亲兄弟可能是 年龄差别比较大的 那你父母那个是正常吗 身高 父母都很正常 妈妈1米6多嘛 爸爸1米7多 除了你们俩之外 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有啊 有 还有上头还有两个姐姐 对 那两个姐姐的身高也是 对 就你们俩 稍微突出的点 对 是吧 对 世界真奇妙 是不是有什么疾病引起 他1米96很正常 怎么可能是疾病呢 1米96不是2米3几 有什么不正常的呢 对啊 您那样说打篮球的 那些打排球的 怎么算呀 都算有疾病啊 对 像姚明那样 2米多的 对啊 那也是因为他父母身高并不高 我觉得很正常 去年多高 我这两年一直都是这个身高 那他没长人家很正常的身高 对 有一种叫巨人症 是因为脑垂体压迫的原因 或者生长激素过密的原因 过高 对吧 你这个很 他人家这很正常 你的医生是职业敏感 我看谁我都是病人 对吧 行 我们说说你们之间的事吧 什么时候开始显现出 你们俩的身高 这么大的差距 刚开始12年的时候 就不觉得吧 那时候我还能欺负他 然后打他 你还欺负他 那时候我比他高 后来15年级之后呢 然后他就明显比我高 然后给我通级的学生都比我高 就那个时候吧 我就觉得我弟比我高 然后接着吧 肯定是我爸妈呀 他都给他什么好吃的 让他长那么高了 哦 我对啊 historical 你还可以 Rosy 你 这是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们每次归来的时候是怎样 就是牵着手啊 或者搭着肩膀啊 你牵一个我看看 然后就一起高兴着 用一种生意凯旋的姿势 走前走我看看 结了不下嘛 就这样是吗 对 就这样是吧 对 对 他挺幽默的啊 对 他保护你 对 那你帮弟弟干点啥呢 就是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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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美甲 手指甲画画的那种 你怎么会干这个呢 因为好多男人也在做这个美甲 而且感觉这个美甲吧 挺适合我的 也不需要什么那个个高的啊 他就只是坐在凳里给你这个指甲画画画画 那你给他美过吗 没有啊 没有 什么时候有机会叫他跟我美去呗 今天是谁来说心愿 是谁的心愿 是哥哥的一个心愿嘛 我来帮助他玩 好吧 来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带着父母一起去见证哥哥的幸福 好 谢谢 来 请回 这个说一下这个心愿是什么意思 什么见证幸福 就是哥哥现在也有打算结婚的这个心愿了嘛 就是因为父母这一块的话就是 因为年纪大了嘛 就是出门嘛也就是不太方便 长途八字 好远 是吧 就是在银川那边嘛 我们在湖北 湖北 那算还有点远 你要结婚了吗 我还没有啊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啊 所以说今天想接触这个舞台 看有没有合适 那你是真的呗 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吧 就是 只要两个人就是合得来 我还比较合适的话 身高的要求呢 身高有要求吗 身高啊 身高也没有太大的要求吧 一米六八 一米七七 这个样子也就可以了 这男生呢 保护照顾自己的哥哥 还很有孝心 所以是个有责任心的 高个子厨师 如果有中意这位男士的 可以联系我们栏目组 我们说回到哥哥身上来 你的女朋友 是不是因为美甲认识的 不是 我们以前是干皮认识的 都是表演演员是吧 对 来了吗 来了 把她叫出来 好 严厉出来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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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我介绍一下 阿丽 今年23岁 你是怎么被这个臭小子骗到手的 就是在北京东在天安年皮影的时候 你喜欢他啥呢 他这样比较 总是比较有尊心 他牵着他的小手指 你好信 是吧 你刚才说你喜欢他啥来的 细心 对 比较有尊心 你以前出过对象吗 没有 初恋哪 可以就知道 哎呀 瞧你那得瑟样 他也是你的初恋吗 不是 哎呦 你还有点经历啊 哎 你多大年纪 我23岁 准备嫁给他了 啊 他求婚了没有 没了 求吧 现在求 你弟弟作为见证人 对 现在的话 求婚的一些东西都没准备 没关系 没关系 求婚要的是和心 不是戒指和鲜花 在这样的一个舞台 这么好的机会求婚 干嘛不求呢 对 对不对 对 你看 人家已经开始沉醉在求婚的意境当中了 来吧 向所有的亿万观众 见证你们的爱情 你压力都愿意加入我 让我一直一直地去照顾你 爱护你 保护你 你愿意吗 听起来如果你老是乐意 让你能 ť Ass 你算是在后面的意境 你不想是在后面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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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是再问你 我还挺喜欢你 我爸妈那边坐火车啥的 我明白了 不用你说了 我清楚了 让他们出机票 我们来听听我们四位老板 他们怎么助力你们的这个心愿 两兄弟看上去身高差距很大 但是这个没有影响 他们兄弟之间的情谊 还有他们情侣 真的是天生的一对 地上的一爽 我们长存抗大医院 愿意祝你圆梦 让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刚才你们兄弟俩 这个小时候这个故事 我觉得挺让人羡慕的 我们梅尔木医院呢 非常愿意助力 哥哥的这个幸福旅程 愿意帮助你们